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和当地的美味来个味蕾上的碰撞 而在全球就有这么一个地方 这里盛产火腿 拥有着全球最贵的切火腿师傅 他切一小时的火腿就能够赚三万元 而且想吃他切的火腿还得排长长的队 这个国家就是西班牙 提到西班牙 大家想到的无非就是西班牙的斗牛市 他们与牛斗智斗勇 身上有着一种坚毅的品质 是大多数人所欣赏的 除此之外 西班牙还有一项特色 那就是西班牙火腿 火腿虽然是西班牙的特色 但是西班牙最有名的还是这么一个 与火腿有着深厚渊源的名人 这个人就叫做弗罗伦西奥 他的独门绝技就是切火腿 他切的火腿是有灵魂的 也不需要太高端的辅助工具 无非就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刀 但就是利用这把刀 他能够把三千元的火腿 切到几万元的价格 因为他切的火腿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 薄如纸的火腿片 融而不腻 与舌头接触的时候 似乎会融化一般 在与牙齿接触之后 咽入腹中 一味是香甜 真是世间难得的美味 但是很多中国人亲眼目睹了 他切火腿之后 纷纷表示他的刀工 与中国境内普通的厨师 大同小异 但是弗罗伦西奥 呈现给人们的火腿 却美味至极 由此可见 此人的实力真的不一般 不知道大家对于 这位全球最贵的切火腿师傅 有什么样的看法